新午夜支锤,美军下一代大型钻地弹 6月份,特安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 代号午夜支锤行动中 6架B2轰炸机向福尔多核设施投去12枚GBO武器 我们都知道,伊朗核设施直接被炸摊 行动取得圆满成功 可实际上,行动还有一点小瑕疵 这次行动完美地展现了GBO武器的局限性 庞大的弹体与上万公斤的体型 一架B2最多只能携带两枚 如果使用载弹量更少的B21 需要多架次出动,增加暴露风险 美军为这个问题头疼了几个月 直到上周末终于有了结果 美国空军指定由AIA公司负责设计和开发的下一代钻地弹药 也就是NGP,婚姻公司担当独家合作伙伴 那么肩负重任的AIA公司将如何解决GBO武器的缺陷 与GBO武器相比,NGP有哪些方面的提升 作为适配于B2隐形轰炸机的明星炸弹 GBO武器全重1.36万公斤 内部装药量超过2000公斤 战斗部可体由镊骨钢合金精致而成 可轻松穿透60多米的钢筋和凝土 已有15年的服役经历 但两年后,它恐怕要迎来退役了 该消息由美国动力网站透露 美国空军已授权AIA公司 研制一款比GBO武器更具威力的NGP 时间是24个月 也就是说,AIA公司将在两年时间里 完成NGP的整体设计和生产工作 同时也宣告GBO武器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 对于美军来说 GBO武器是午夜之锤行动的头号功臣 但他们无法保证 GBO武器能否在下一个午夜之锤中 继续大方异彩 新一代钻地弹的研发 已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 它关乎着美军打击能力的重塑 午夜之锤最开始带致美军的伊朗轰炸行动 可由于GBO武器在行动中出尽风陶 竟也成了它的代名词 AIA公司主导研发的新五夜之锤NGP 在前作的基础上性能更进一步 但想了解NGP的独到之处 咱们先得把视角拉回GBO武器令人尴尬的缺点上 现役GBO武器最初设计时 定义为依靠巨大动能钻地的重型炸弹 美军期望用它庞大的质量 通过落体和重力加速产生了动能 对地下目标实现穿透 该设计有两点好处 一是不用安装额外的辅助动力系统 即节省研发成本 还不会因为辅助动力的违焰 降低炸弹的隐蔽性 二是不会占用装药空间 GBO武器太大 辅助动力系统自然小不到哪里去 单纯依靠重力加速 火药舱游出更大的装载空间 保证GBO武器达到一发入魂的效果 不过空军只考虑了放弃辅助动力的好处 却忽略了这种设计所带来的问题 GBO武器失去辅助动力 首先意味着它无法靠自己转向 必须在接近目标上空时投放 如此庞大的体型 在当今美军战斗机家族中 只有具备高隐身和高载重能力的B2 才能成为它的投放平台 而且是唯一的平台 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有趣的画面 大家不再绞尽脑汁的思考 该怎么防御GBO武器的破坏力 而是在反隐身防空系统上做文章 只要把B2拦在家门口 任你GBO武器再强 也只能炸着荒郊野岭的苍蝇 失去防区外轰炸能力 最致命的缺陷 另一个缺陷不致命但很尴尬 GBO武器给人最直观的表现是大 各种意义上的大 它有6.2米的弹长 0.8米的直径 配合容积巨大的火药舱 哪怕B2的载弹设计已达极限 也仅能携带两枚 在现代化的战场中 两枚GBO武器显然无法起到 扭转战局的作用 这不为了炸掉福尔多 美军总共派出了6架B2 还好伊朗反隐身防空系统不算强 要是换个反隐身工作 做得优秀一点的国家 只好出动性能更优秀的B2-1 一架B2-1只能携带一枚GBO武器 12架B2-1铺天盖地的进行偷袭 行动虽然能成功 但会不会出现其他意外 就不好说了 在如此窘境下 NGP应运而生 据美军2024年2月 一份弹药信息请求书透露 美国空军对下一代钻地弹药NGP 大概有这几点要求 首先是体型方面 NGP的弹药重量要求不超过1万公斤 比级别武器轻了近4000公斤 重量减轻也就罢了 它还得具备爆炸 破片和穿透三重回伤效果 这对弹药改进技术提出了巨大考验 不过比起后面的要求 还真不算啥 该请求书提到 NGP的末端精度 必须维持在一个高水准上 高水准到底是多高 美军也不藏着掖着 直接表示 NGP必须精准击中2.2米范围内的目标 命中概率需保持在90%以上 这要求乍一看像是送分体 因为只需要动动手指 定位导航技术 就能迅速分析出 投放NGP时的环境数据 在交游系统计算 哪怕是2米范围内的目标 也基本保持在97%左右的命中概率 所以这一指标还附带了一个前提 在GPS信号降级和GPS辅助 完全被干扰下完成 大家对这个前提或许没啥概念 通俗来说 就是让一个瞎子在暴风雨天气下 射中超远距离的标吧 十件要中九件 美军对此解释 这个标准的难度系数 参考了目前使用GPS辅助制导的 GDAM炸弹 正常情况下 GDAM可准确命中 指定目标5米范围内 可如果失去GPS的辅助 命中的精度 将下降到30米范围内 美国空军希望 NGP以GDAM为鉴 在GPS受到干扰的前提下 依旧拥有实现高精度打击的能力 除了精度的高要求 美军还对NGP弹药的防区外发射 产生了不小的兴趣 之前提到 现役GPU57没有辅助动力 只能靠近目标处投放 无形中加大了战机的生存压力 NGP在设计之初 便已经再为远距离投放做准备 目前可能性最高的方案 是在NGP末端 装载加速火箭发动机 这一射击彻底牺牲掉 钻地弹投放时的隐身效果 但带来的好处却很明显 既增大了射程 提高投放平台安全性 也提升了撞击速度 增强钻地能力 除了精度和射程 NGP在威力上也有不小的提升 这体现在它的引信改进上 一般来说 钻地弹都配有引信装置 部件必须能够承受 但要穿透监用材料时 产生的额外力 尤其是针对那些 知道其深度 或物理不及的目标时 甚至需要用到 额外的专用引信 根据请求书的内容 NGP很可能采用 集成嵌入式引信技术 虽然没有透露具体的细节 但我们也能从钻地弹的特性 和美军在引信技术的 改进方向上 了解该款引信的功能 多年来 美军一直在关注 先进空枪感应引信的开发 这种引信 能随时提供钻地弹的环境数据 检测其删出怎样的空间 然后帮助NGP计算出具体深度 等NGP移动到 能造成最大破坏的深度水 通过引信引爆 顾名思义 集成嵌入式引信技术 为NGP带来了钻地深度 自主识别和延迟引爆功能 这样既避免了NGP提前爆炸 削弱毁伤效果 还能适配不同的地下公式 提升钻地弹的打击效率 另外 NGP还存在一个适配性的优点 在回答这个问题前 火力军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啥叫炸弹的试装性 试装性并非适配性 它的范围更窄 更强调炸弹与战机的装载协同 这枚炸弹 不但能装在各种类型的战机上 还能装不少 以此实现打击效率最大化 总而言之 NGP在GPU武器的基础上 实现了包括精度在内 各方面性能的升级 如果说最初的GPU武器 是在展现极致的破坏力 那NGP则是在破坏中 多了些优雅 加上比GPU武器 更强的战场试装性 足以让它肩负起 武业之锤这个名号 那么它对美军 战略打击能力的改变 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对于美军来说 自己最大的军事保障 是各大洲叙事待发的核弹头 还有射程覆盖多个区域的 远程巡航导弹 不过这是保底手段 绝不能在常规时间使用 因而拥有一种非核手段 从空中打击深处的目标 就很有必要了 GPU武器曾经是 这一非核打击手段的主角 但现在的NGP 显然更能符合美军的预期 朝鲜方面 一直在扩大自己的地下基础设施 以提升战略目标的生存能力 而NGP的研发进度 可以视为美国空军 对这类地下设施的针对性回应 另一边 朝鲜的邻居俄罗斯 日子也不太好受 俄乌战争愈演愈烈 美国与北约对乌克兰的支持 已经摆在了明面上 俄军不敢保证 未来的乌克兰是否会学习以色列 从美国那里借来几枚NGP 打击它的地下核设施 或者重要地下公式 毕竟苏联给自己留下的遗产中 就包括了诸多战略价值高昂的 深层地下设施 另一方面 NGP的列装 也在重塑着地下打击领域的格局 在当今世界上 现役的钻地弹 大多存在平台依赖墙 防区外能力弱等问题 这是钻地弹的通病 在GPU武器身上 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 不过大家往往会因为 它的巨大破坏力 自动忽略它的短板 NGP的诞生 则是对短板的不齐 它能弥补美军在高端战斗 尤其是太平洋战场中 对深处地下目标 实行高效打击的空白 当NGP真正投入到实战中 敌人很难不惊惧起来 为什么这枚钻地弹 能适配多架战斗机 为什么它能够进行 防区外打击 固有的地下打击理念被打破 也意味着新作战观念的重塑 不难想象 未来各国在地下防御公式 与反钻地弹技术的研究上 将进入更加激烈的竞争阶段 根据美军的单独评估 像B2或B21 这样高度隐身的飞机 现在虽然在世界各国上空 来具自如 但最晚到2050年 射程达600公里的防空导弹 将对B系列隐身战机 传生致命的威胁 NGP精度更高 便在这一刻体现了出来 尤其核设施 战略指挥中心 等敏感目标的打击上 NGP从防区外轻松突击 钻入既定的位置引爆 什么坚不可摧的固定攻势 铜枪铁壁的指挥中心 一发钻地弹下去 世界都安静了 NGP对地下打击领域的改变 意义深远 不过并不意味着 它就是一颗完美无缺的钻地弹 NGP寄托了美国空军 对钻地弹所有的美好期望 但实际的成品能否符合期望 我们或许还要打上一个大大问号 在技术实现难度上 防区外发射这一概念 为什么在这些年一直被提及 还不是因为GPU武器太重了 即便采用动力装置和滑行弹翼 射程也难以达到 现有防区外发射武器的水平 只能使用超强隐身性能的战机送过去 NGP的重量更轻盈 但也轻不了多少 特别是不少国家 已经构建起一套严密的 反隐身防空体系 NGP想神不知鬼不觉的 炸人家地下攻势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 另外一点 我们刚刚提到过 钻地弹本身不具备隐身性能 维艳甚至赋予它暴露性能 速度相当有限 加上目标特征较为明显 高级一点的防空导弹与进防炮 都被认为有阻挡它的能力 即便炸弹性能确实卓越 承受数波防空导弹轰炸而不倒 但只要使其制导系统失效 或者打击精度下降 或命中角度发生偏差 都将导致它的钻地效果大胆折扣 使用性来看 美军更多的是在一些 防空能力弱的国家身上 使用它 对此相关媒体直言不讳 美军对NGP希望越大 只怕失望也会越大 技术上的问题 在NGP还没有实测前 依旧处在猜测和讨论阶段 NGP真正麻烦 其实是能否准时交付 根据AIA公司的报告 波印公司作为独家合作伙伴 主要负责提供弹药尾部套件 并提供全方位集成支持 这种安排倒无不妥 波印公司在弹药末端 但问题在于 近些年 波印公司的风评 把我受购病 2018年 波印公司获得 39亿美元的 空军1号2.0项目合同 预计2024年交付 结果劳动力短缺 供应电跟不上 各种问题 跟商量好的事的 一起冒了上来 目前的最新消息是 项目估计要拖到2029年 另一个则是777X项目 该项目2013年启动 最开始的计划 要在2020年 正式投入使用波印777X 9月份 波印公司首席执行官确认 该计划的进度 远远落后时间表 手价777X 预计2026年才能交付 波印虽然不是 NGP设计开发的 总负责公司 但它承包的 尾部套件项目 属于NGP 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波印公司的习惯来看 如果能在既定时间内交付 ARA公司 真得感谢上帝保佑 我们假设波印公司 破天荒地 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可留给ARA公司的时间 依旧不算多 ARA公司的合同明确要求 需在24个月内 向美国空军交付10枚 缩尺寸原型弹 以及3-5枚 全尺寸NGP原型弹 且所有原型 需通过实弹测试 时间紧任务重 就是ARA公司 难逾越的两座大山 现在的ARA公司 给人一种 骑虎难下的错觉 当然 它也不算真的四面楚歌 美国空军 对NGP项目看得极重 美国国防预算文件显示 国防部在2025财年 投入约1.2亿美元 2026财年 则规划7370万美元 都用来支持NGP研制 总的来说 NGP作为美军 下一代钻地弹 减负着美军 在非核打击武器上的 战略领先重任 尽管它的理论性能 交付期限 饱受着巨大的怀疑 但如果将它放在 同类型大型钻地弹中比较 NGP依旧有着重塑 全球地下打击领域的能力 至于未来的实战 是否拥有理论上的威力 咱们就得看 ARA公司的表演了 好了 今天关于NGP的故事 就到这里 GBO武器被称为炸弹之组 更强的NGP 又是否会被人尊为炸弹之爷 各位又认为 当美国空军将GP 纳入远程打击系统家族 与战斧等巡航导弹等武器 共同构成多层次 穿透打击体系 这种体系 对潜在对手的地下防御策略 会构成怎样的挑战 又将怎样 重塑地下打击体系 回应各位 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我是火力军 我们下期再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年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便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漫无 赶紧去抢 我们下注了